电影练习曲掀起了脚踏车环岛的风潮 男主角东明向最近主演的电影《回光奏鸣曲》 在金马奖也非常受到瞩目 大家很熟悉演员东明向 可是很少人知道他也是一个画家 他最近举办了人生第一个画展 以看见勇气的声音为题 描绘人物眼神中的光芒 从他的画作中 也许你会看到他面对生命的勇气 这是演员东明向的画展 其中这幅作品《马丁一号》 描绘从伤痛中浴火重生 因为刚完成电影《回光奏鸣曲》时入戏太深 东明向耗时半年的时间沉淀 完成这幅作品 他说画作就是要传递积极正面的态度 第一次办画展的东明向 以看见勇气的声音为主题 展出34幅作品 有别于过去的水彩画作 这次他采用饱和的油画色彩 每一件作品描绘一个人物 他们的眼神中都有不同的光芒 东明向说眼神是最诚恳的 严续马丁一号的浴火重生 这幅作品《马丁三号》代表东明向现在的心情 美术系毕业的东明向第一次办个人画展 他也将其中这幅作品《我看见希望的意卖所得》全数捐助公益 《我看见》 《我看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